海贼王,大妈,羡慕于陆飞,遗迹归国差点命归岛 最新一化《海贼王》的情报已经越来越多,基本的剧情我们也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 可以看到毛皮族被分成了两批,犬蓝和猫腹蛇这两位最强的人自然是留下来对抗凯多 而其他的毛皮族则是向杰克这个了他们国家的罪人复仇 目前凯多那边的情况还比较缓和,倒是陆飞这边的情况不容乐观 大妈迁怒于陆飞 因为之前蛋糕岛上发生的事情,大妈对陆飞一直耿耿于怀 此次来到河之国,她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到陆飞,现在陆飞不请自来 自己出现在了大妈的面前,那大妈肯定不会装作没看见 再加上陆飞在大妈面前说这是一场全面的战争 也就是说她不仅要打败凯多,还要连通大妈一起打败,这种让人横腹不已的话,大妈听了自然想给陆飞一个教训 一记威国差点命归岛 但是此时的陆飞似乎对大妈没有兴趣,因为她一心只想着打败凯多,所以她就想到凯多的面前 顺便帮助赤俏九霞们一起打败多,大妈一看就更生气了,我堂堂一个四皇在你面前你都如此看不起我,这能忍 于是大妈一怒之下就是出了拿破仑,一记威国片灭的,直接穿过鬼岛的城堡,一直赶到对面的海岸,然后瞬间爆炸 只是留下的痕迹就让众人感到惊讶,其威力甚至可以灭一座岛屿 陆飞面对这种攻击想要接下来那是不太可能的,但是已经精通见纹色霸气的她却轻轻地躲了过去,如果她没有及时地躲开,想必海贼王就直接完结了,这么来看 想要去帮助警卫们打凯多,必须先要解决大妈这一关,但是陆飞显然是不想在大妈这里浪费体力的,因此我们猜想 大妈应该是由其他人暂时抵挡一下的,她不会在这场战争中施出权力,而用来阻止大妈最好的人选就是布鲁克和山智 布鲁克和大妈有过一场战斗,虽然二人的实力相差甚远,但是布鲁克用自己的一些计谋,倒也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并且全身而退了 所以这一次再让布鲁克阻止大妈也算是有点惊艳,山智阻止大妈最好的武器就是美食,既然大妈那么喜欢小豆汤 那让山智做一些美味至极的小豆汤瞬间就可以符合大妈的心,所以说,想要阻止大妈并不是难事,陆飞现在也不应该和大妈展开决斗,毕竟她的目标是凯多而不是大妈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 再见